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供给弹磷甲三要素 综合元素 里面包含美心铜蒙 铁 木 各 酵母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乙酸钠为碳源 食盐中的钠主要跟细胞渗透鸭有关 后来才想到可以先用水把杯子里面的材料溶解 再倒进瓶子里面 不要像我刚刚那个动作 会掉的满地都是 这一次使用的是浴室热水器流出来的热水 等它降到三十几度的时候就可以拿来使用了 尽量把水加满 只保留一点点的空气 因为我们所培养的光合菌属怨氧菌种 化学培养的部分就完成了 可以分解蛋白质成为营养液 胃菌主要的成分是孵胺酸钠 经过光合菌分解转化成氨基酸 可以分解蛋白质成为营养液 鱼露在发酵的过程 会分解蛋白质产生氨基酸 鸡蛋是主要蛋白质的来源 光合作用之后会把蛋白质转化成硫化氢 硫化氢又经过光合菌的作用 变成碳水化合物 一般的鸡蛋白质 不易用锅酱 做一种锅酱 收集更好的鸡蛋白质 鸡蛋白质 放入鸡蛋白质 放入鸡蛋白质 这样就完成了第二组培养机的部分 代表是钉主要提供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外盒所标示的为每日30钉的营养成分 因为含量比较低 所以我们放入4颗艾表氏钉 作为光合菌的养分来源 可以先把艾表氏钉磨成粉状 这样比较容易溶解在水中 帮助光合菌吸收 艾表氏钉完成 备异力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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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力提供 奶粉完成 实验室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完毕了 来看一下颜色 比较相近的是化学组跟EBIOS组 呈现鲜红色 第二瓶是鸡蛋组 呈现混浊的红色 第四瓶奶粉组 呈现乳白色 那就等下个礼拜天来看一下颜色如何变化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